我现在对她特别失望 毕业前跟我说得那么好听 要对我好 跟我结婚 给我未来 可是现在呢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她想要什么 我给她买什么 她生病了我也照顾她 她还要我怎样啊 我想让她多陪陪我 可是她呢 平时在一起的时间 本来就少 一有时间 她又去找她的朋友 也不陪我 本来平时上边那么累 还要让我陪她去逛街 她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吗 我一个人在这边工作 我把所有的希望 都押在了她的身上 可是现在在她身上 我看不到一点希望 连你我都没希望了 我们的爱情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刘先生 24岁来自天津公司职员 女嘉宾小莹 24岁内蒙古公司职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魏 大学同学是吧 是 男生追了女生一年多 才追上的 所以很珍惜她是吧 对啊 现在毕业了对吧 你留在哪了 留在这边 在天津啊 当初嘛 我妈想让我回家工作 然后她说就是 我会对你好的 我会给你未来 我会给你结婚的 会让你幸福的 可是现在吧 她一点都没兑现 跟当初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吧 我妈对她有意见了 然后我还跟家里面 闹得挺不愉快的 为什么对她有意见呢 就是前一些日子吧 我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吧 不小心把脚给弄伤了 然后之后把公司 给了两个星期的公假 然后我就寻思 我在这边吧 也没有朋友 也没有亲人 当时是有挺严重的 下不了床了 然后我就寻思 回老家让我妈照顾我 然后她就跟我妈不合 我就寻思 通过让她回家照顾我 我妈看见她 对我还是挺细心的 然后也许就会接受她 可是她死活 就是不跟我回去 我觉得跟我回家 缓和一下关系 不是挺好的吗 是请不到假还是怎么样 我跟她妈关系不是很好 她妈看我也不顺眼 你为什么跟她妈 关系不好啊 因为我们俩有的时候吵架 她向她妈打小报告 不是 我在这边 也没有朋友 没有亲人 我受委屈了 我总找人诉说诉说吧 那我跟自己的亲生母亲 诉诉苦怎么了 再说了 我是她的心肝宝贝 那她替我受委屈了 她说你两句 怎么了吗 见过她妈妈吗 没见过 没见过关系就能这么不好啊 她当初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 在跟我妈电话里面吼了一张 我感觉她身为一个晚辈 我妈那么大岁数了 怎么能吼我妈呢 不是 为什么事 她跟你妈打电话吼了你妈 姑娘才慢慢说好不好 就是因为吧 你说我一个人在这边 我当初留下来 就是有挺大压力的 跟家里边闹得挺不愉快的 然后吧 她也不陪我 我在这边也没有朋友 我就是玩游戏 然后就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网友 也不知道人家是哪儿的 就是也没什么关系 就平时就说睡了吗 有没有时间搭两把游戏 然后她就小心眼儿 就是无理取闹 然后就说我跟人家暧昧 她怎么就暧昧了 蛮网友是吧 对 然后怎么就跟你妈打电话呢 咱们先把妈妈在这儿说完 再说网友的事好不好 然后呢 然后之后吧 她就跟我吵架嘛 我就觉得挺委屈的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那种 我说她平时跟朋友出去喝酒 吃饭什么的 她也不陪我 然后我就玩游戏 她就说我 我当时跟我妈说了 我妈就生气了 就给打电话了 那你跟人家母亲喊什么呢 我没跟她母亲喊 只是那个时候我说话有点有点横吧 你怎么说的怎么横的呀 孩子 当时她妈说 如果你再对我女儿不好的话 就让她回家 不让她留这儿了 然后我说 我们是彼此相爱 你是看不起我吗 你当初是这么说的吗 你当时是这个语气吗 你当时是在跟我妈吼 我感觉你真的不知名师长 还有别的话吗 没有就说了这样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对 那会有这个反应呢 孩子 我当时也是一时心急 其实不是故意的